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寒冷的季節 最近我們張基的急診室 發掘很多腦中風的病人 其實腦中風是非常可怕 就是說它可能會造成生命危險之外 也會造成一些功能缺損 會讓病人和家屬 面對許多後續一些治療的問題 一般來講腦中風大概每年 每10萬個180個 粗血性佔了50個 只要是動脈瘤破裂佔了10個 所以這個個案就是一個 動脈瘤破裂造成的腦中風 是相當危急的狀況 病人是一個50幾歲的中年女性 很特別的是 她一開始完全沒有任何症狀 她在跟家人講話講到一半的時候 就突然感覺到頭非常的痛 簡直像爆炸一樣 然後呢 就出現了噁心嘔吐等症狀 那後來意識逐漸的變得不清楚 家屬趕緊幫她打電話叫119送來醫院 那抵達本院的時候呢 是呈現重度昏迷 那我們很快的幫她啟動緊急的中風流程 並且在黃金時間內 執行電腦斷層還有相關的檢查 那檢查完發現她竟然不是一般的腦中風 也不是一般的腦出血 她是血管流破裂 所以我們很快的急診跟神經外科團隊 就幫她緊急做了這個手術相關的處置 也在20分鐘內就緊急完成 動脈瘤的治療分幾種處理方式 只要直徑小微0.7公分 可以用觀察的方式 不過這病人到醫院其實是一個破裂狀態 她只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開爐進去 就把爐骨打開直接進去 把動脈瘤夾臂 另外就是動脈瘤酸曬 因為這個病人他的動脈瘤位置 相對是比較不確定 而且比較深步 所以後來我們是讓這個病人 選擇用那個線圈酸曬的方式 讓病人拿一個大刀 變一個小的手術 最近天氣變化比較多 在這邊簡單教大家幾個居家 可以篩檢自己有沒有腦中風極性現象的一個口訣 叫做手、嘴、縮這三項口訣 手,大家可以把雙手平舉 那可以看有沒有單側無力 瞬間的這個狀況發生 那嘴的部分 大家可以觀察面容上面照照鏡子 嘴巴有沒有一個歪斜的現象 那說的部分 可以去跟別人對談 看自己有沒有口齒不清 講話問A答B 表達不清楚的情形 如果有發現以上這三種現象 最後一個就是快 就是可以趕快打119 或者是趕快送到急診室 來請專業的神經科醫師來幫你進行評估 祝大家平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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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